花蓮縣張廖簡信中清會日前捐贈了3萬元的愛心理券 響應花蓮施工所開設的愛花蓮食物銀行 對弱勢的關懷 花蓮市長魏嘉燕表示 這筆愛心理券會採購物資存入食物銀行 幫助更多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是個人 張廖簡信中清會理事長 協同榮譽理事長 秘書長 總幹事 主商理理長 以及該會理事一行人日前前往花蓮施工所 捐贈3萬元愛心理券給花蓮市公所 魏嘉燕市長與社勞科代表接受 並致贈感謝狀 感謝他們對花蓮市所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支持 張廖簡信中清會的張建席理事長 張等勝總幹事 以及我們所有全體的理監事們 到花蓮市公所來捐贈我們愛心理券的這個部分 那真的非常的感謝 那在這邊 其實我們辦了愛心理券的年菜這個部分已經辦了4年 那我們會妥善運用這筆錢 那也希望說 藉由他們拋磚引玉 我們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做愛心理券這個部分 愛心年菜這個部分 那也希望說 如果有要捐款的民眾們 也請敲我們的華蓮市公所的社會課 那也謝謝我們會善用這筆善款來為我們社會上做更多為弱勢服務的事情 張建席理事長指出 日前從媒體報導得知 華蓮市公所所開辦的愛心食物銀行 將各界捐贈的愛心物資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加上中青會平時就有進行社會公益活動 因此在李堅市的支持之下 捐贈愛心理券給華蓮市公所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那這一次我們來捐贈 那只不過是一種刨裝儀的心結 那其實我們張道景信中青會 在華蓮縣 在所謂信市中青會裡面 那平時我們也都有在做所謂社會服務的這個區塊 所以說雖然金錢不多 但是以遼保了我們中青會的心意 在此感謝我們市長給我們這個機會 威家燕市長向張建席等人表達感謝 並表示這筆善款將是食物銀行的庫存 採購所需要的物品存入食物銀行 他指出近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有不少家庭因收入減少或待業的關係 生活經濟都陷入了困境 華蓮市公所開辦食物銀行的目的 是將來自各界善心人士 公廟或是企業捐贈的民生物資 可以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也讓有需要的民眾 能夠及時解決無米之吹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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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